他透過各種媒體或是學校做的宣傳 過去給我們的印象就是 為什麼會地層下限 就是地下水超抽 地下水超抽 事實上 地層下限的原因比這個複雜太多了 地下水超抽 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光這個原因 它又有非常多的解讀 所以 這部分我們需要去做一個 比較大的環境尺度的解讀 能夠更了解 到底這個現象是什麼產生 那這個問題產生之後它會影響非常多的這個環境 跟生態的部分 所以我們 希望能夠從這個議題來連結到其他的環境 在限時期變成 這個環境尺材には 能夠增加